美國財政部也公布了這個制裁名單 竟然把這個中國人大的14名的副委員長 把他列入制裁的對象 而且跟恐怖分子 還有國際毒銷這些頭號罪犯並列在一起 而且不只他們 還包括他們的直系血信 都要封鎖在美國的資產 另外本來傳說中的韓正跟栗戰書 雖然川普還沒有出手 不過外界都在揣測 川普其實就是要給韓正跟栗戰書 在那邊割了一彈 另外我們就來看 前財政部的制裁事務顧問史密斯 他還去算 說川普執政期間 他竟然總共採取了3900多項 不同的制裁措施 平均每天三次 真的是照三餐在制裁中國 而且他還形容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 如此具有創意性的政府 把這些手段使用得如此協調 而且真的是愛台灣 我們來看美國真的是玩真的 每一年都通過的國防授權法 今年特別不同 我們看到川普提到中國的次數 2011年只提到五次 一直到明年的最新出爐的新的國防授權法 裡面竟然提到了191次的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提到都是中國的威脅 但是台灣提到的次數 2011年只有兩次喔 結果呢 到了2021年 明年的最新國防授權法裡面呢 竟然破紀錄的把台灣提了76次 可是跟中國很不一樣 裡面提到的都是要如何加強 對台灣這個盟友的安全承諾 不過大家當然最關心 還是問一下這個學委 川普真的可能大復活 拜登可能就職典禮辦不成耶 之前賓州提出訴訟 要求聯邦最高法院說暫時認證 就是那個拜登的那個勝選有沒有 那被最高聯邦法院駁回 那這次我說實在 德州這個檢察長派克斯頓有沒有 他又開始提出了一些訴訟 他覺得這些搖擺州啊 對不對 喬治亞啦密西根 威斯康辛跟 密西法尼亞州 這些州的選舉過程是違憲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訴訟打起來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川普是不是看起來有復活啦 如果這些搖擺州如果宣佈違憲 過程違法 那你這個整個不承認這個選舉結果的話 川普是不是有機會又重新就活過來 而且已經有十七個州跟進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為這個德州檢察長提出這個訴訟之後 其他十七個州馬上認定 而且你知道這個德州檢察長 不愧是法律人 他提出來旅遊洋洋灑灑 你知道嗎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他說我德州的票的照理來講 應該是票票等值 對不對 可是這些搖擺州 你如果整個過程是違法違憲 那你我這個德州的那個選民的那個票 馬上價值被落後吧 而且如果因為這樣 拜登當選總統川普落選之後 是侵害德州選民的那個權益耶 所以你看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理由很充分 所以就看最後這個聯邦最高法院 要怎麼樣去處理後續的那個財甲 那可是你知道嗎 川普真的是每天 現在不是說每日一制裁 是每日三制裁 真的照三餐來的 他們照的那個那個統計的話 川普這一年裡面 對這些制裁的法案 全世界最強法案 一天是三期你知道嗎 裡面這更誇張的 這一次他除了說前幾天 制裁這些人大委員長之外 他這次連那個什麼 政協委員成績的 也開始制裁 而且這次制裁的話 最誇張的是裡面有一個叫做 澳門的那個什麼黑幫大哥 尹國居 就是大家以前常聽到的 崩崖居 中國這個人 這個政協委員還有黑道 對我跟你講這個崩崖居 這次被指控是什麼 你貪污行賄販毒販賣人口 射擊這麼多安全 對政協委員 這是因為從鄧小平 那時候立場就已經穩定了 鄧小平那時候南巡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香港黑幫問題 勢力問題很嚴重 所以那時候鄧小平 就已經定掉了 他說你這個黑幫裡面 不一定全部都是壞的 也有些好的 那這些好的人 對不對 他叫黑包白貓 他也說黑幫裡面有 黑人白人 他就講說 你只要黑幫裡面 這些好人的話 你只要做符合 國家民族利益的事情 以前一切既往不救 這樣 所以你看香港港澳的 很多黑幫 現在都是政協委員 你不要說崩崖居 香港也有很多你知道嗎 那他們真的黑影床床 那我們講到這個崩崖居說實在話 這真的是在澳門回歸之前 真的在澳門掀起了將近十年的腥風雪雨 你知道嗎 壞事幹勁 這個影國劇說真的 那時候拍一部電影叫做豪江風雲 有沒有 裡面那個男主角是任達華 你知道嗎 他找了任達華來拍他 做自己的寫照 後來你在澳門警方 澳門那個司法部門 起訴影國劇的時候 竟然這部電影變成他的立正 而且當初澳門警司在追查的時候 就是照他拍的電影裡面 一個一個去給你逮捕 你知道影國劇說實在話 影國劇這個人啊 小時候就是說 他是過激給人家 他本性不姓癮 他是過激給別人 那他的身世 他一向不想提 因為他的身世說出身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後來他只能在什麼 賭場裡面換換籌碼 當當那個小跑腿的嘛 可是他很聰明喔 他那時候換籌碼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你換籌碼來的話 一次付清 不要說等你什麼贏了 輸了什麼東西 分期付款 沒有一次付清的話 我可以加碼給你籌碼 所以他這樣斬斬斬 很多人就喜歡跟他換籌碼 也可以換多一點嘛 對不對 所以他從小就有商業頭腦 可是你知道嗎 那時候澳門有三個 三大黑幫的頭頭 一個叫街市委 叫吳文新 他下面兩名手下 一個就是崩牙居 另外一個就是水防賴 賴東生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你掌握了這個整個 澳門黑幫的賭場利益久了之後 是不是大家就臭心肝對不對 我把那兩個幹掉多好 所以那個時候就 私底下就開始有一些衝突 那這個衝突啊 就是暗傷了 這個找人家去作證 或者你去殺人的犯罪證據 就找小弟去偷偷去頂罪說 就是他指使的 就誣賴對方就對了 反正那個時候案子很多 可是你知道 後來因為香港的 你也知道 香港有個影譽大哥 相識大哥有沒有 他後來就是要插足澳門賭場 那個時候說真的 因為他要涉足澳門賭場 大家利益相同 生命共同體 所以那個時候說實在話 第一次的爭執就是 那個什麼崩牙居 號召了所有的他們的黑幫 14K啦 勝義堂啦 還有水防賴他們有沒有 組合起來跟向市集團 向華牆他們有沒有 在澳門裡面進行好幾次的黑幫 當火拚你知道嗎 後來搞到澳門 大家都不敢去你知道嗎 怕漏的不小心會中情 所以澳門賭場這麼多人 誰敢去澳門玩 那個時候誰出來的 何鴻燊嘛 他出來協調之後 他就勸說像是兄弟說 不然你回去香港 澳門不是你住的地方 所以就第一次解決 既然把外務解決完了之後 那是不是內部就開始衝突 那個時候崩牙居跟水防賴 兩個人的衝突就白熱化 有一次水防賴他在泳宰的新世紀 賭廳要開場的時候有沒有 突然那個你知道 你也知道開幕典禮 多少人要賭一把對不對 那天大放送啊 突然間有兩台車子開到那個 排隊那個外面人潮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車窗咬下來 兩隻那個亮閃閃的AK47有沒有 就這樣伸出來就開始掃射 你知道嗎 那當場少死一個人 十幾個人受傷 那個對水防賴的那個生意 來講是不是很大 所以水防賴那時候就說 要對崩牙居發出追殺令 所以崩牙居後來逃到外國一陣子 可是你覺得他逃到外國 他會停止這個嗎 我的小弟什麼人馬都還在嘛 利益多龐大 所以你知道澳門回歸前那幾年 澳門常常都有一個新聞 就是突然間某某街頭啊 手榴彈爆炸有沒有 後來才查出來說那個手榴彈 都是這樣車子開過去 突然間手榴彈就丟出來 全部都是在那個什麼水防賴開的賭場旁邊 所以趕到最後水防賴待不下去 因為他隨時生命危險嘛對不對 而且他生意也不好啊 所以他後來跑去菲律賓 去金營賭廳這樣 那崩牙居後來因為澳門的那個追殺令 什麼通緝令 沒有了之後他哇 真的住不住了你知道嗎 崩牙居一個人住不住了之後 真的很誇張耶 那個時候這個是這個白德安有沒有 這是當時澳門的總警司啊 他那時候就一直在收集崩牙居的 那個犯罪資料 抓抓抓抓一直抓他 那個崩牙居那時候已經 嚣張到一個地步了 他說你一直在抓我 你是跟我有仇是不是 好沒關係我就把你幹掉 連澳門總警司呢 你看這台車子有沒有 很明顯的這個就是白德安 他在沉澱之後 他本來要去上車的喔 可是因為他帶了一隻寵物狗有沒有 那隻狗就看著這個車子 就拼命一直狂吠你知道嗎 他就覺得不對啊 為什麼狗一直吠 對怪怪的 他就在旁邊等一下說 突然間這個車子就爆炸 哇整個燒起來 如果白德安上去之後 是不是整個他就上升在這個車子裡面 所以白德安那時候火大 因為那時候已經1999年的5月 我說那個澳門要回歸了 他想說我如果再回歸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抓你崩牙居 所以他那時候帶了四十幾個人 不分青紅皂白 就把崩牙居抓起來之後 而且我剛才就講說 崩牙居當初拍的電影 豪江風雲有沒有 就在這整個這個認證的過程之中 變成他犯罪的市政啊 所以你看後來你看 崩牙居被判了幾年 本來被判15年 最後13年10個月入獄之後 2012年出來 你知道他出獄那天多囂張 你知道嗎 那個監獄門口 摸摸都是來迎接他耶 還開了一台那個勞斯萊斯的那個 那個敞篷那個特製的 一競年開著鷹槳 哄哄哄就從那個監獄門口 就直接開到那個澳門街上 你不覺得這個人是囂張到極點嗎 對不對 好啦那你看 他就是後來啊 你看2018年的時候 很多人包括崩牙居什麼東西 他都已經出來挺習近平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還幫助他 成立鴻門安保公司 後來還有一個鴻門大會 也是由他來主持的 所以你看他就是因為 剛才鄧小平講的那句話 你只要做符合國家利益的事情 一切既往不就對 所以他以前幹了這麼多的事情 有沒有 那這一次你看 他因為他挺中國 挺那個 所以他也會被政協委員 所以你看這一次美國制裁的 已經到了政協委員的層級 裡面還包括引國居的話 這也不會讓人家太震訝